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经文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2月12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共仓促解封 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背机 12月10号通过社交平台传出来一段录音 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医院内部会议的讲话 其中张文宏预计这波疫情高峰将在3到4周到来 并将延续3个月到半年才可以退去 张文宏曾在中国的疫情不同时段披露过有限真相 因此他被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这段网传录音中 张文宏部署华山医院如何应对奥米克戎感染高峰 他表示现在应对疫情第一线时 跟此前武汉大上海保卫战时完全不同 这次你不在医院感染 也会下次在外面吃饭时被感染 或者你回家时也会被家人感染 他强调现在外面常规核酸检测已经不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感染的速度会非常快 张文宏预计从现在开始算 3到4周会达到整个社会面的峰值 然后可能要3到6个月时间才能慢慢走出疫情 要准备好我们自己会感染一次奥米克戎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都毫无例外 他希望在医院感染速度要比社区慢一点 只要熬过最近的一个月 那么下面一个月开始 整个的压力就会逐步降低 张文宏警告说 如果医疗管理做不好 我们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 我们会出现人员不足 院内病人感染病死率增高 张文宏也承认 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治疗 目前用药只是为了减轻症状 他说现在临床上主要是对症治理 喉咙痛 肌肉痛 发烧 感冒的症状 这个时候如果病人不存在生理体征的不稳定 我们只是对症处理一下 原则上病人就可以回去了 就外界认为奥米克戎只是感染上呼吸道 不影响肺部 张文宏表示 这是不对的 对于免疫功能比较低的人 有肺部感染 即使免疫功能比较好的病人 肺部感染也是比例较低 而不是没有 他举例 在方舱对有症状病人的CT检测 还是发现有相当高的一部分病人 肺部有轻度感染 只是和德尔塔以及原始病毒株相比 出现明显的症状上的偏移 最明显的是喉咙痛 声音嘶哑 还有肌肉痛 感冒症状越来越重 所以你整体感觉就是一种重感冒 下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王倩的采访报道 中国全面的开放疫情封控之后 并没有出现往日的热闹 除了医院人满为患 药店排起了长龙之外 街道上没有行者 静静的列车上没有乘客 实体店铺萧条的让人无法相信 北京周女士12号告诉希望之声记者说 上海居民周女士认为这种情况是中共政府的宣传造成的 她对希望之声说 前段时间政府他们宣传的老百姓就是心中媒体就是很怕的 发烧了 有可能自然就已经死去的 尽管人们在家自愿静默 奥密克戎仍然迅速蔓延 北京上海等地的感染人数快速增加 民间掀起了抢购药物的狂潮 在购物平台京东 过去10天号称有防疫作用的中程药莲花清温成为抢手货 24小时销量达到了200万盒 周女士认为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人想利用机会发财 上海封控的时候 这个药都是发的 如果这药有用呢 那干嘛还要封啊 那干嘛还要打疫苗啊 对吧 现在疫苗都没用 这个药就是有用了 没用的 其实就是换一批人发财吧 中共放开疫情防控之后 对奥密克戎的宣传也完全变调 曾经为严苛清零政策辩护的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改口说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和流感差不多 致死率只有0.1%左右 根据中央社12号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台北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指出 自2020年以来 中共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成长为5倍 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入侵行动 在过去一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他认为 中共在以佩洛西访台为游军演之后 仍然在找其他借口想演练攻台 根据《卫报》报道 中共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次数 从2020年的380次暴增 到今年迄今已经突破1500次 意外的擦枪走火导致紧张寝室升高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中共对台最激烈的一波军事行动发生在今年8月 也就是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的实弹演习 中共官员称 当时的演习包括飞弹试射 是在演练未来可能实际应用于台湾的封锁战术 有分析师就此指出 演习的规模显示演习计划可能酝酿已久 而佩洛西访台只不过是让共军找到政治借口 吴钊燮在受访中表示 我们颇为确定 中共会想再找另外一个借口来演练日后的对台攻击 这是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另外 吴钊燮认为 中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展开的军演 目的就是在阻吓其他可能支持台湾的国家 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疑虑 也就是如果他们支持台湾 是否反而实际上是在伤害台湾的国家利益 而非提供台湾实质帮助 当然 对于以行动支持台湾的国家 中共已经多次展开了回击 包括以双边贸易作为武器 如立陶宛与台湾互设代表处之后 中共就对立陶宛实施贸易报复 不仅如此 中共也施压部分友邦与台湾断交 令台湾邦交国减少到目前的14个 吴钊燮还表示 中共除了提高军事威胁 也对台湾施加负荷式压力 包括经济压迫 网络攻击 认知与法律战 并从外交方面尝试在国际孤立台湾 但中共的日益挑衅以及在区域扩张的行径 目前似乎只是令他自己更加孤立 同时也激发了更多支持台湾的声浪 而对于中共的报复性举措 吴钊燮认为 国际社会似乎找到了方法应对 随着防疫措施解禁 台湾迎接的外国访问团显著增加 不过报道也称 中国依旧是许多西方国家的重要伙伴 各国政府在谨慎拿捏与两岸间的往来 如澳洲国会议员在上周访问台湾的同时 澳洲政府也在试图修复与中共的关系 吴钊燮对此表示 澳洲是采取平衡做法 但我们毫不怀疑澳洲政府 国会以及人民对台湾的支持 江西南昌画家肖亮 疑似在推特上发布了北京四通桥勇士彭丽发的画像 于近日被中共当局正式逮捕 综合媒体消息 肖亮平日很少与朋友往来互动 他被抓的消息也是在11号才公开 维权律师刘世辉在推特发文说 根据李少民先生消息 近日南昌画家肖亮被逮捕 他画了四通桥勇士彭丽发的画像 并在推特上发布 肖亮的推特 中国画家的最后更新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 也就是彭丽发画像的发布之日 肖亮妻子严女士11号告诉大局员 肖亮是10月16号被带走的 她的一台电脑也被拿走了 当时她正好不在家 当天傍晚严女士也被南冲市东湖公安局国保大队传去问话 问话完之后 对方就称肖亮不能回家 还要调查 严女士表示 接着肖亮就被刑拘了 罪名是寻衅滋事 12月7号被检察院批捕 但是具体什么事被抓也不知道 警方说不能告诉她 她也为肖亮请了一位律师 目前会见过三次 但是也没有谈到什么问题 今年10月13号 也就是中国二十大前夕 彭丽发本名彭在周 在四通桥上悬挂横幅 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 并要求他下台 随后他仍被抓捕 至今杳无音讯 有观点认为 肖亮的被抓 也说明中共当局 秋后算账的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 人权金奖获得者张凤英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2015年他以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酷刑罪 向中共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 至今手中仍然保存着法院的回旨 他始终坚信有一天整个社会会对江泽民进行清算 公审 让正义得以伸张 还法轮大法以公道 在听闻江泽民的词询之后 张凤英表示 一定要清算其罪恶 根据大学院报道 张凤英因为修炼法轮功 曾被中共抓捕过五次 受尽酷刑 但一直坚定正念 从没放弃修炼 也没有在所谓的悔过书上签过字 在谈到为什么要清算江泽民时 张凤英说 江是一个人权恶棍 迫害上亿大法弟子 犯下了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酷刑罪 出卖国土 腐败堕落 他是总代表 迫害法轮大法 迫害宇宙大法 他是总头目 张凤英表示 江执政十年 诋毁政信 秘灭人权 普世价值都被他给摧毁了 在他的政策下 包括张凤英本人 多少人无家可归 多少人家破人亡 还有多少人被活摘器官 张凤英还列举了江泽民的其他罪行 如手上沾满了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 使传统文化颓废 使人道德沦丧 他直言 江泽民恶贯满盈 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恶果无法挽回 无法弥补 现在整个社会变成这样 这个事情难凭人心 张凤英认为 江泽民利用中共的国家机器 将中国人都卷入其中 江的死是天象变化在人间的一个反应 标志着共产党灭亡的前奏 不过张凤英也表示 江的遗毒很深 现在好多人不明真相 活摘器官已经蔓延到社会 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因此讲清真相最重要 不过庆幸的是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决醒 张凤英希望 未来的中国也能和其他国家一样 走向自由 民主 人权 他说 天灭中共 天让它倒 它就得倒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现在到底有多可怕呢 有网友披露 长沙的一名大学生透露 他隔壁的一个室友 一个小伙子 坐了高铁回家 下车后就被穿防护服的人 以健康麻友问题为由拉走 在发现的时候 人已经没有了 内脏和眼睛已经没了 有网友说 生活在中国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好 我们下期再见